第三课学的是Nutricity Nutricity的话是营养 3.1这里讲的是食物的等级 食物主要分成7个等级 等下我再重复一次 他会问你的是说我们的DietHaryan 这个要背起来这个字DietHaryan 就是日常的饮食 Diet是饮食 Haryan是日常 比如我们会有早餐午餐晚餐 有些人会有点心会有宵夜这一类的 然后他就问你的是说 你的食物有没有营养 然后能不能提供你能量 然后食物不只是可以提供能量 它也可以给你营养来保护我们的健康 比如像这边的食物就有Nasi Lama 有Sate这些食物 然后他就说我们的食物会分成7个主要的等级 有这些Carbohydrate Protein Lama Vitamin, Mineral, Bulawas跟RA Rabohydrate的话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肪,维他命,维生素,纤维素跟水分 然后每一个等级他都会有固定的等度 就是指定的功能 你能不能够确认他们这些食物有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首先我们就来看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它是一种Sabatian organic 就是一种有机物质 它里面含有Carbon,含有hydrogen跟Oxygen Carbohydrate的话它是Makannanrogy 这个也要记 Makannanrogy就是主食 就是必须要吃的主食 这个主食它被称为主食 是因为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的能量 然后一般上的Carbohydrate就有Kanji 植物类葡萄糖,Glycogen 动物类葡萄糖跟Cellulosa是纤维素 这个Kanji 这个Kanji就是这个植物类葡萄糖 它是一种在植物身上里面的Makannan simpanan 就是储存食物 然后Glycogen的话 它是动物身上的储存食物 比如说你是牛啊羊啊 它们身上就会有Glycogen 那你可以从那些Glycogen身上拿到Carbohydrate 然后Cellulosa的话 它是一种那个汉水化合物 它是植物拿来形成细胞强的 比如我吃番薯啊 我吃番茄啊 还是吃萝卜这一些 它们植物细胞都有细胞强 这个细胞强外面就有Cellulosa 我把这Cellulosa吃上去 我可以从中萃取到那个Carbohydrate 那个汉水化合物 像我吃番薯 吃加工这些 都有Cellulosa 里面都有Carbohydrate 这边就有几个有香蕉 有饭 有面包 马铃薯 蜜糖 跟白糖 这些都会有Carbohydrate 然后Protein的话是蛋白质 蛋白质的话 它是一种食物 它里面含有Carbon 含有Hydrogen Oxygen 跟Nytrogen 这里有的成分一定要记好来考 所以问你它里面有什么Unsor 就是有什么元素 所以你要写得出 我们吃下去的这些Protein 它都会被消化 它会被消化为它的这个最基础单位 也就是Acy Amino 叫做氨基酸 这个Protein会被需要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Protein 就是成长 还有修复我们的组织 然后如果我们身体有坏掉的组织的话 它可以帮我们修复 比如我有伤口 它会帮我修复 或者是我怀孕 我的baby需要成长 或者是我还小 我要长大 这样我都会需要Protein 还有它可以帮我取代掉这些细胞 是已经死掉的 我们的细胞会代谢 就它会死掉 我们再长型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吃Protein的话 然后你的细胞死掉了 你就没有的再长出来 你就会很快老化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Protein就可以帮助我们合成 或者是形成 engin是消化酶 就是负责帮我们消化食物的 像我们的Protein 要变成Acy Amino 需要被消化嘛 这样我们就需要特定的engin 来把它们消化掉 还有hormone的话就荷尔蒙 帮我们协调身体的那些balancing 还有antibody是那个抗体 那些抵抗力也是需要Protein 然后下面就给你看几个图片 是有Protein的 比如说鸡肉就有蛋白质 豆类也会有蛋白质 鸡蛋也有 肉类也有 鸡蛋在这边 sorry 然后还有海鲜也是有蛋白质 这个很重要 这个要背起来 这个Quasiocco这个病要背起来 尤其是它的Agya Quasiocco的话它是一种疾病 是因为缺少Protein 在人类的这个鸡鸡里面 鸡鸡是饮食 如果你的饮食缺少Protein的话 你就会得到这个病 那这个病一般上会在一岁到三岁的儿童之间发生 然后他们会是肚子大大力 然后手脚都很细 像非洲的小朋友这样 他们都是有这个病 因为他们都缺少Protein 他们没有吃肉类 然后除了这些食物有Protein以外 牛奶也是有Protein的 然后里面的那个Protein 就可以帮助它长大 长大叫做Membesar 接下来是Lermac的话 是脂肪 就像这个Carbohydrate一样 Lermac的那个温宿 它的元素也是一样 有Carbon Hydrogen跟Oxygen 然后Lermac是由Glycerol跟Acylermac组成的 所以我把Lermac吃下去过后 它最后会分解 分解成Glycerol跟Acylermac 然后这个Lermac的话 它是一种来源 也是一种储存能量 而且它可以很高 就是它可以储存很多很多能量 每一gram的这个Lermac 就每一gram的脂肪 可以提供两倍的能量 被Carbohydrate提供的 比如我吃一碗饭 20gram 跟我吃20gram的牛油 那个20gram的饭 可以提供我可能100的能量 但是如果20gram的牛油 可以提供我200的能量 它可以提供两倍 两倍叫Dua Calilaganda 这个脂肪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就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的器官 好像心脏呢 还有肾脏 它还负责保护 不会一撞到心脏就破裂 它会成脂肪像Cushion这样子保护它 另外脂肪也可以变成一个本安过 就是一个搬运者 它可以搬Vitamin A Vitamin D Vitamin E 还有Vitamin K 因为这些维他命它们是脂溶性的 就是溶结在脂肪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脂肪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得到ADEK 然后如果是有过多的这个脂肪 在我们身体的话 我们就可以收在皮肤下面 作为Bernabat Harba 就是一个隔热的 我们身体不容易冷 它可以控制我们的体温 让我们不要太冷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 就是这边 这个冷嘛 这个脂肪 来自于动物 像我吃鸡皮啊 我吃猪的肥油 吃猪肥肉的话 也是有脂肪嘛 但是在脂肪哦 会有Colesterol 就是会有胆固醇 比较高 高过植物类的 就是然后牛油哦 有牛的油 也有植物性牛油 如果我要健康一点 我就吃植物性牛油 因为植物性的脂肪 都是比较低胆固醇的 就比较健康一点 下面给你几个 Mondaga是牛油 然后有椰子油 这个是油中油 然后这是花生 也是有油 像那种Hazanat 也是会有油 但也都是健康的油 Vitamin的话 它是Cervatian Organic 就是有机混合物 然后它是不会提供能量的 但是它是被身体需要的 然后它的分量是非常少的 这个脂肪 Based Vigate很少的 为了要维持好的健康 Vitamin可以被归类为 溶水性 sorry 水溶性Vitamin跟脂溶性Vitamin 一个是溶在水 一个是溶在脂肪 有分两种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Vitamin是从蔬菜 水果 牛奶跟肉类 然后 等一下我们会学到 有哪一些Vitamin 然后它们来自于哪里 跟它们有什么重要性 跟如果缺少的话 有什么后果 这里我们要先要知道的是 Vitamin B跟C是水溶性的 Vitamin ADEK是脂溶性的 所以它们全部都很重要 所以身体也要摄取好的脂肪 就是这样 不然你就会缺少ADEK 因为即便你吃下去 可是你身体没有脂肪 所以ADEK没有必分可以溶解 这样它就身体就无法吸收 就会一样排掉 所以吃下去也是一样没有补到 然后这里我们要来看Vitamin A 它是来自于牛奶 蛋黄跟鱼油 它的重要性是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视线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另外是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健康 然后如果缺少的话 你的后果就是Rabu Maram 就是夜盲症 晚上看不清楚 或者是看不到 它有皮肤病 Vitamin B的话来自酵母菌 就是我们做面包 做蛋糕 使用的酵母菌 然后还有肝 鸡肝 猪肝 鹅肝这些 还有蛋 鸡蛋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 神经系统的功能 让我们神经线可以很灵敏 然后它可以形成这个 红血球细胞 然后如果缺少的话 会有Berryberry 等会有贫血症 然后Vitamin C 来自于水果跟蔬菜 它可以帮助我们 对抗疾病的感染 也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 牙龈的健康 跟嘴巴的健康 缺少的话 你就会有Scurvy Scurvy 是牙龈出血病 Vitamin D 来自于牛油 鸡蛋 鱼油 然后也可以被产生 通过接触到阳光 你的皮肤 接触到阳光 它就会产生 Vitamin D 所以你不要吃这东西 你去晒太阳也是可以 然后它也可以帮助 我们吸收这个钙质 就如果我要喝牛奶 但是我们有补充Vitamin D 这样我牛奶的钙质 我身体也吸收不到 所以要同时摄取 另外可以加强我的 Enamel Gigi 就是牙龈 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保护 这个皮肤的健康 缺少的话会有 Ricad 吹骨症 会有牙痛问题 会有皮肤病 Vitamin E来自 骨粮 骨粮就是像那种麦片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蔬菜 而且是青色的蔬菜 才有Vitamin E 它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的生殖系统的功能 就是怀孕比较容易 然后Cermandula是不孕 就是不能生孩子 不孕的 还有这个胎儿有可能会流产 Vitamin K来自牛奶 来自蛋黄 来自鱼油 它可以加快这个血液凝固的过程 你就不会怕那个 血不会凝固 然后血一直流 然后如果你缺少的话 你的血就会很慢凝固 就会流很多 一直水水的 Belavase的话是纤维素 纤维素的话是不能够被分解的 不能够被消化系统分解 这个纤维素是来自于Cellulosa 就是这个纤维 也是纤维素 它在细胞 植物细胞的细胞墙里面 有这个Cellulosa 然后Belavase非常重要 因为还要刺激我们的Paris 刺激我们的蠕动 蠕动也是Belavase 也是移动 是由于我们的收缩跟放松 尤其是我们的肌肉收缩放松 在整个消化道里面 好像食道 小肠 大肠 都会蠕动 要蠕动 叫了这个Belavase 它就动不了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 方便我们的食物移动 在一整条的Salo 一整条的管道 然后它也可以避免我们便秘 然后有蔬菜 有骨粮 有这个有纤维的麦片 面包 然后水果 蔬菜跟骨粮 都是有很多Belavase的 很多纤维素的 Minerval的话是矿物质 矿物质的话是非有机物质 它也是一样被身体需要 这个矿物质一样是不会提供能量 但是它还是被需要的 然后它的Quantity也是 小小就可以了 稍少就可以了 它是负责要 Mengawa Ato 就是要控制一些过程 然后比如它可以维持我们的健康 然后这边也先要告诉我们 有什么Minerval 有什么矿物质 来自于哪里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跟缺少的话有什么后果 第一个是钙子 钙子来自于牛奶 酱鱼仔 虾跟绿色蔬菜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凝固 可以加强我们骨头跟牙齿 缺少的话会有脆骨症 会有骨质疏松症 Natrium的话是钙 它来自于盐分 肉类跟鸡蛋 它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 然后如果缺少的话 你会有鸡肉抽筋 铁质来自于肝跟肉类 它可以帮我们制造这个红血树在血里面 缺少会有瓶血症 Iodin是点 点的话来自于海鲜跟水果 点的话是一个石头的石 一个字典的点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线 我们的T-Rod是一个线的功能 然后如果缺少的话会 激活动 它是零 它来自于那个 鲁肉类 鸡蛋 跟菜 然后它的功能的话 就是加强我们的骨头跟牙齿 还有形成acin nucleic 就是核酸 在我们的DNA跟RNA里面 DNA跟RNA就是我们的基因 我们基因里面有核酸 核酸里面 要制造核酸的话 就要有phosphorus才制造得到核酸 所以如果怀孕的话 就要摄取很多 因为baby在制造DNA跟RNA 然后 确少会有脆骨症 牙齿脆弱 不能够制造DNA跟RNA 所以那个牌子有可能会畸形 它练的话呢 是来自于植物跟动物 它可以帮助我们肌肉 手索 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 没有的话会轮波 就是会瘫痪 然后会肌肉紧绷 或者是抽筋 水很重要 水是sebatian 就是混合物 它是三颗本定的 非常重要 对我们身体里面 水里面有的是 hydrogen跟oxygen的 然后水是因为它很重要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plaric 就是一个溶解液 基巴和基尼 所有的化学物质 大部分的化学物质 都是要溶在水里面 所以你没有水 你就溶解不到化学物质 你就得不到那个化学物质 然后它也是 本安古丹的medium 它也是搬运了这个媒介 像营养要搬运 这样它就需要 溶在水里面 才可以搬运 氧气也是要 溶在水里面 才可以搬运去这个细胞里面 它会搬运这些排泄物 很像尿素啊 矿物盐啊 要从细胞出来的 以及它要控制这个体温 都会需要水 比如它要蒸发这个汗 汗的话你没有水 你就形成不到汗 这样就没有办法蒸发 你的身体就会过热 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喝 至少两个liter的水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可以吃果汁 喝果汁 或者是吃西瓜 还有水分高的食物 这边主要讲的是一些活动 就是讲测试 有没有坎基 比如菩萨 帕丁跟勒玛的存在 我们要测试坎基的话 要用五件Iodin 五件Iodin的用法 就是准备一个 Dabon 5G 这个两杯叫Dabon 5G 放进你要测试的东西 然后第几滴Iodin下去 然后但是溶解液 第几滴Iodin的溶解液进去 就可以看你的观察结果 测试葡萄达湾的话 就用五件Benedict 五件Benedict的做法 就是准备一个烧杯里面装水 那个水去加热给它滚 那个水叫做Cucos RA 就是隔水加热 然后里面一样放你的 Dabon 5G Dabon 5G里面又放你的 La Ruta Cucosa 跟La Ruta Benedict 你要测试的东西先放 再放La Ruta Benedict 然后去看看你的观察结果是什么 然后你要燃烧这个的话 你要准备Casada Y石棉网 不要让那个烧杯直接被火 直接的加热 放一个石棉网隔着 下面放本身 灯是本路本身 三脚架是东固卡吉地卡 然后下一个是测试Protein 测试Protein要用5加米冷 5加米冷的测试方式一样 你就先把你要测试的东西放进Dabon 5G 然后D大概2-3D D-D是D D大概2-3D的Reagent Me冷进去 然后你要记得 Gonchang杆就是摇晃 要给它均匀 盖上面这个也需要摇晃 要注意一下 摇晃给它均匀 然后过后 你就放去Cucosa R.A.里面 给它烧 然后也是一样 我要准备石棉网 要准备本身灯 还有三脚架 去烧它 大概烧5分钟 然后就可以看到你的结果 下一个是Test脂肪 Test脂肪的话 就要用无限alcohol emosy 这个的方式 就是第三个ml的Ethanol Ethanol是酒精 你要用别的alcohol也可以 Alcohol是酒精 Ethanol是其中一种酒精 然后也是一样 D去Dabon 5G里面 也是一样 D2-3D的那个油 油就是那个Lamat 你要用别的也可以 比如我要测试 我的洗发水有没有油 我就滴洗发水进去 然后过后 再盖住 盖住的话 你要用 Bonyumbad Gabus 就是木材 用木材盖住它 盖住它 过后你就滚枪 就摇晃它 摇晃的时候 记得是Blahan 慢慢地摇 然后要Biaga 然后就放在那边 不要管它 让它沉淀还是怎样 就放着 放了过后 我们会 拿那个 拿几滴出来 然后递去另外一个Dabon 5G 这个Dabon 5G 我们要装 RS50 就是 那个蒸馏水 就是纯水 什么杂质都没有的 叫纯水 然后过后 又一样拿木材盖住它 然后摇晃 也是一样慢慢摇 摇晃了过后 就放在那边 看一下 如果它有浮起来 那些杂质的话 就代表有油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没有油 这里是叫 均衡的饮食的重要性 这里就问你 什么是均衡的饮食 这一句要背起来 考的时候会考 它会问你 Apaca Gizi Serimbang 或者是 Niapaca Definisi Gizi Serimbang 所以你整句都要背 Gizi Serimbang 它就是Bla Makanan 它是一个饮食 它里面会含有 所有的Glas Makanan 是背身体需要的 在Quantity Amperto 在正确的分量 然后我们先看 最上面的这一层 是有脂肪 有油 糖跟盐 这个只可以吃一点点 再下来的话 有鱼 鸡 肉 跟花生 需要吃半份 到两份 再一天 然后鱼的话 最好是吃一份 然后豆类的话 吃半份 到一份 牛奶 跟奶制品 奶制品 就像那种 卤绕 起来的一些 叫奶制品 一定要吃 一到三份 蔬菜的话 一天最好吃三份 水果一天吃两份 考试通常会问 为什么蔬菜要比 水果多 你就回答 因为水果的糖分高 蔬菜糖分低 所以吃蔬菜 会比较健康一点 然后下面的话 有饭 有面 有面包 古粮 古粮 就是那种麦片那些 还有乌比乌比安 是那些木薯 番薯这些 一天要吃四到八份 这边教的是一些因素 它会影响到 卡路里的需求 Size 八蛋 就是身体的大小 如果那些人 有身体大小 比较大的话 他们就需要 比较多的食物 因为他们会 需要比较多的 这个能量 比较起那些 Size 八蛋 可救的人 年龄方面的话 就是小孩子 跟青少年 会需要 比较多的 carbohydrate 因为他们的 Tenaga 要比较多 protein 也要比较多 因为他们要成长 然后也是因为 他们正在 门不杀 正在长大 还有另外分别是他们 Level Active 他们比较活跃 比较起那些大人 他们常常跑这么走 Bokajana的工作 像农夫 劳工 跟渔夫 他们就会需要 比较多的能量 因为他们做的工作 是比较出众的 所以他们的 这个饮食的需求 会比较高 比较起那些 在办公室 工作的人 Candina的话 是性别 一般上的话 男生会比较多肌肉 然后他们做的工作 也会比较出众 所以他们会需要 比较多的食物 比较起女生 那这个是健康状况 如果是生病的话 或者是 比较弱的人的话 他们就需要 比较 适合他们身体 健康情况的一些食物 比如病人 就需要吃粥 容易消化之类的 Iklim的话是气候 如果他们住在 地方是 Bird Iklim Serial 就是冬天的话 他们就会比较快 流失热能 比较起 住在热的国家 所以他们就会 需要比较多的食物 来维持他们的体温 接下来是计算 这个Niline Calorie 就是食物的卡路里 食物有几个 基本的等级 有汤水化合物 Protein 蛋白质 跟脂肪 这三个的话 会有不同的 能量的数量 当被燃烧的时候 他们被释放的 这个能量 我们称它为 Niline Tanaga 就是能量 或者是叫做卡路里 然后通常 我们的单位 用的是 Calorie CL 或者是用 Dru 焦耳 烧焦耳 焦耳朵的2 脂肪的话 每1g 有37kg 或者是 9g 9kcal 那个k代表 k就是1000的意思 然后j是 J Cl的话是卡路里 Protein的话 蛋白质是17根4 碳水化合物也是17根4 所以你只要记得 这个17根4考试不一考 你只要记得脂肪比下面这两个高 然后下面这两个是一样的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东西要备 就是一个卡路里 等于4.2个J 这个要备 所以一个kcal 就是1000卡路里 就会等于4.2kJ 就是4.2千个J 这个考试会要你算 所以你要记得是4.2 要乘 然后 考试会像下面这样子 就是给你这个卡路里 然后给你这个表 叫你去算 他吃的食物到9多的卡路里 所以你要去算 这盘是炒饭 炒饭一盘是330 然后你就要看他吃几盘哦 然后来换算 吃两盘你就成2 这里要你计划均衡的饮食 然后 好像这里会跟你讲 比如他会跟你讲 有一个人 他是住在 OK像下面这边 individu A 就是一个人 他是男生 然后他在银行工作 这样的卡路里 就不用太多 可能是一盘饭 然后加一盘蛋 或者是加一片鸡肉 就可以了 individu B的话 他是一个男生 然后他是老公 做那个建筑物的工人 这样他需要比较多力气的话 这样可能是两盘饭 或者是吃一盘大饭 然后他可能需要 吃鸡肉 再加鱼肉 再加鸡蛋 然后C的话 是女生 然后他怀孕 怀孕的话 就可能需要吃多一点protein 喝多一点牛奶之类的 然后下一个的话 是学生 还是女学生 可是他是active persuga 很常运动的 这样的话 可能就需要吃 大的饭 然后鸡肉 鱼肉 鸡蛋 然后喝牛奶 之类的 就要需要多一点点 然后这里教你 维持健康的重要性 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 Dinjarin-Gersiatan-Dan-Morbidity-Gerbang-San-2016 这个是我们的国家的健康局的这个标准 他说他说有这个马来西亚人民的Baratus就是巴仙率 拥有糖尿病的是17.5% 高血压的是30% 然后胆固醇过高的是47% 肥胖是17% 然后操纵的有40% 他讲这个问题就显示了这个饮食跟生活习惯不健康 然后就会有一些活动来提高这个心血度关于这个均衡的饮食 必须要被进行 而且是更加积极的进行从学校开始 首先我们就需要去维持这个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吃一点食物是低糖的低盐的低油的还有低脂肪的 所以这个以外我们要做运动 然后不可以抽烟为它维持健康 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风险是被危险疾病攻击的 有几种的这个食物是卡路里高的 就会造成大部分的人被归类为肥胖 这个肥胖的问题不只是会给一些负面的后果 从外表上 而且它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 不管你几岁 不管你的背景 就是不管你穷啊 还是很有钱 还是很聪明 还是很笨 那个肥胖都会找上你 如果你是不注重饮食的话 然后不注重运动的话 这个可以学习来考试 比较少考 但是如果万一考的话你还会算 这个叫BMI 就是我们的标准的体重算法 标准体重算法就是拿体重处于我们的高度层高度 比如说我100公斤的话我就拿100除雨 看我多高 可能我200cm高 这里要用注意这个单位 它体重用KG 身高用M 所以如果我100公斤 我就是100除雨 可能我200cm就是两个meter 我就是100除2乘2 也就是100除4 所以100除4的话是25 所以它会有一个标准 你可以去scan这个标准 就看这个25在哪个单位 25在操纵的单位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要学人类的消化系统 然后我们测书到底去了哪里 这里就会教我们 我们的这个食物消化 它是一个过程去分解这个食物 我们会把复杂跟大的分子 把它分解成小的 简单的跟可溶解的分子 以便它能够被吸收进去身体的细胞 消化分成物理上跟化学上 物理上的话就是弄碎这个食物 把它变成小小的碎片 在嘴巴里面 我们用牙齿去咬 用舌头去弄 还有用口水去溶解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蠕动 也是物理上的你可以感觉到的 奇妙的话就是化学上 就是感觉不到的 就是分解一些食物 把它从比较复杂的分子 变成比较简单的分子 我们用enzyme就是消化酶去做 消化酶的酶是东西的西方酶 是一个酶甜的酶 然后我们要懂它的共同点跟不同点 物理上跟化学上有两个共同点 共同点就是都会弄碎食物 跟都会发生在消化道 另外物理上的化学 它只会发生在嘴巴 而这个会发生在嘴巴 胃 十二指肠 还有肠 这个是不需要分解酶 这个需要分解酶的帮助 这里是人类消化系统的构造 它问的是有什么器官会影响到的 所以这里每一个都要记得 我们的食物会从嘴巴进去 嘴巴了过后就会进去 这个食道esophagus 然后进入胃 然后再进入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在胃的最尾端 然后过后就会进入小肠 然后再进入大肠 大肠再进入直肠 直肠再经过肛门再出来 虽然这几个以外我们还会用到的就是 可伦加六就是口水腺 专门分泌口水的腺 那个腺是月亮的月 矿泉水的泉 还有肝 还有胆囊 还有胰 胰的话是阿姨的胰 只是换成月之步 然后这边一整个也是要背起来 就是那个食物的通道 另外这个食物到底是怎么样 经过每一个部分 然后这样变小的 所以我们要懂它的步骤 第一个就在嘴巴 在嘴巴的时候我们牙齿会去咀嚼这个食物 然后就会有这个食物的碎片 它就会被口水软化 然后口水里面有Amylase Leo Leo是口水 Amylase Leo在口水里面 它会分解 坎基巴变成Maltosa 然后就会下去食道 这个食道的话就是这个食物 它会进入这个食道 然后进入食道的时候在这边 这个一颗就不叫食物 我们就讲Bolus 然后我们就会进行Peristalsis 就是蠕动 一直推着腿巴 让它腿去胃里面叫蠕动 这个Exophagus的墙壁 这个食道的墙壁 就会腿这个Bolus 让它进去胃里面 到达胃的时候 这个胃的墙壁 会分泌Protis 还有分泌胃酸 这个胃酸会火化Protis 因为Protis需要在酸性的情况下 才会工作 所以有食物下来 它就会分泌胃酸 分泌胃酸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杀掉那个细菌 在这个食物里面的细菌 让它们进去胃里面 Protis的工作就是负责消化 这个Protein 把它变成Polypartida 然后这些食物 就会变成半液体状 就是残养那个胃酸过后 就会变成半液体状 这个时候我们不叫Bolus 我们叫它King 然后就到12脂肠 12脂肠的时候 这个食物就会进去 这个小肠的最前面的部分 也叫做12脂肠 然后肝的话 它就会产生 Juson-Badud就是胆液 把这个胆液 收在这个胆囊 所以胆囊的工作 只是收胆液 它不会分泌胆液 胆液是肝分泌的 然后另外的话 这个Juson-Badud这个胆液 它会负责 蒙耳毛细肝 就是凝固 它会负责凝固这个脂肪 把它变成滴滴 三个酒一滴滴的 像我们吃火锅 上面一点一点 那个白点 就是蒙耳毛细肝 Lemak 就是把它凝固起来 另外它还有一个工作 就是要综合化 在KIM里面的Acid KIM就是刚才胃里面的 那个半液体状的物质 叫做KIM 里面有很多胃酸嘛 所以这个Juson-Badud这个胆液 就负责要综合化 它不要这么酸性 然后Pancreas的工作 Pancreas1 它就会产生Jus Pancreas 那Jus Pancreas里面 会有三个Enzyme 会有Amulase Practice 跟Lipase 因为嘴巴又有Amulase 嘴巴的Amulase 是Amulase流 这个的Amulase 就叫Amulase Pancreas 所以分泌的后面 就多一个名字给它 它会负责消化 Kanji 把它变成Maltosa Practice的话 会负责消化 Polypeptida 把它变成D-Peptida Lipase 会负责消化 Lemak 把它变成Acyloma 跟Lisero 这里有几个字要记得 像Poly 就是很多个 D就是两个的意思 刚才一开始 把Protein 变成Polypeptida 就是把它变成 很多条的Peptida 最后这个 很多条Peptida 再变成两条的Peptida 比较再变小一点 Ossosca 就是小肠 小肠会分泌 这个Maltase 跟Practice 它的Maltase 会负责消化 Maltosa 把它变成Glucoza Practice 会负责消化 刚才的D-Peptida 就是两个的 把它变成Acid Amino 最简单的一个的 Ossosca 是大肠 这些食物 如果不被消化的话 就会进入大肠里面 然后就会发生 重新吸收水分的过程 在那个大肠这边 Rectum的话是直肠 所以不消化的这个食物 就被称为粪便 它就会进入直肠 然后会暂时性的 所在这边 这个暂时性要记号 Dubra是肛门 这个粪便会被排出 从这个身体 通过肛门排出去 我们的身体会产生enzyme enzyme的工作 就是要加快我们的反应 去消化这个食物 然后 每一个enzyme的那个功能都要挤 我们即使没有enzyme 也是会消化 但是很慢很慢很慢 所以我们需要enzyme 它可以加快 所以每个人喜欢吃那种 益生菌啊 吃那种酵素啊 吃那种消化酶 就是这样子 然后第一个 我们要记得的是 在口水这边 口水的线 还有这个pancreas 它会负责把抗肌 变成毛头沙 然后 在小肠的时候 毛贼会把毛头沙 变成glucosa 然后在胃的时候 它会把protein 变成polyfertida 用protease 然后 在pancreas的时候 polyfertida 又会变成d-peptida 然后在小肠 d-peptida会变成acid amino 在pancreas的时候 里面会变成acid amino 加glycerol 这里每一个日子 都要记 因为考税问你 我在这个人的分辨里面 test到polyfertida 可是没有d-peptida 就代表它到这边 就stop了 它这边没有 所以它这边 就会出现问题 它会问你 它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所以你要记得 每一个step 它变成什么样的状态 这边的话 是吸收过程 跟搬运这个消化的成果 以及排便 有三个东西 所以先叫你观察 这个毛巾 在这个图这边 观察这个毛巾 这毛巾我把这个地方 放大出来就是这个 你会看到很多细细的毛 然后凸起来的 这些凸起来的 我们叫做 unjuran 就是凸起雾 然后毛巾的凸起雾 是burn down 是陷来的 然后它就是可以 帮我们更快地 吸收这个水分 然后我们的小肠的话 也是有很多这种凸起雾 这个是我们小肠 它的侧面的里面 有很多这种凸起雾 我放大的话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这些放大凸起雾 我们称它为vulus 这个vulus的工作 是为了要增加这个表面面积 让它可以吸收更多被消化的水分 sorry 被消化的食物 这被消化的这个食物 是由这些小小的分子组成的 它可以很容易地被吸收进去 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 通过这个小肠的墙壁 然后这些小小的就会被 带去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 可能带去手啊 带去脚啊 带去心脏 带去哪里 任何地方 然后我们先要了解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小肠的这个表面 是很多层的 为了要增加它的表面面积 还有提高这个吸收的这个效率 另外这个dending vulus 就是vulus的墙壁是非常薄 它的厚度是satocell 就是厚度是跟一个细胞一样厚 它可以提高这个吸收的效率 然后在小肠的这个血管的功能 是为了搬运这个营养 搬到身体的所有部分 如果我把其中一个vulus放大来看 就会看到像这样子 你会发现到它有血管 跟外面这一层 你会看到这一层墙壁都是一颗一颗的 每一颗就是一个细胞 所以它的厚度就一个细胞这么厚 然后里面有这边三个血管 这个蓝色的是经脉 红色的是动脉 青色的叫做脂肪管 脂肪管叫lectyl 然后动脉经脉我们没有血 我们只需要懂它的血管 血管叫capillary dara 然后这里我们要知道的是 如果你的neutrient 你的营养是precise 这个就小的话呢 你就可以进出 如果你是不消化的 或者是precise bursa 比较大的话 就不能够穿透 能不能穿透 那个穿透叫menebussi 能够穿透就bole menebussi 不能穿透就滴到bole menebussi 然后那些脂溶性的脂肪 就要溶进这个lectyl 如果是水溶性的 就要溶进这个血管里面 所以这个lectyl的功能 就是要把这个脂肪吸收了过后 它把这个脂肪 引去我们的淋巴系统 然后经过淋巴系统 才可以进入血液系统 如果是那种溶在水的话 就可以直接进入血管 就可以直接进入血液旋律律 然后这个的话 是消化成品的搬运过程 这些食物被消化了过后 就会到达这个身体的细胞 然后他们就会进去这个villus 然后就会经过asimiasis asimiasis是一个分配的过程 它会把这个消化的最后成品 分配好 让它去让身体的 发挥它的功用 然后我们会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glucosa 我们就拿来产生能量 就是呼吸的时候使用 氨基酸的话 就是用来形成一些细胞的构造 脂肪酸跟glucosa 会结合会变成脂肪 它的工作是 本能把他把隔热 还有保护我们的内在器官 达拉曼是内在 然后下面有这三个系统 它是他们是合作 来确保这个食物的分子 可以到达细胞的里面 消化系统 血液循环系统 跟Asimilasi 消化系统是负责 弄碎这个食物 很大的食物 跟很复杂的食物 把它变成小的跟简单的 这样子就可以被Virus吸收 然后Virus吸收完后 就会再传去那个血液循环系统 所以就来到这个系统 它是负责搬运这个小的 跟简单的分子 去到身体的细胞 然后就来到Asimilasi 就是分配 它就会把它们分配出去 所以它会拿来形成新的细胞 拿来呼吸使用 跟它来控制体温 分量添加是排便 就是大便的这个过程 这些不消化的食物 还有不被身体吸收的食物 比如说纤维素 残渣 就是这些分泌 消化到分泌 出来的东西的残渣 像我们的那些Practice 还有死掉的细胞 还有水分 就会移动去大肠 当它们在一整条这个大肠移动的时候 水跟矿物盐会被重新吸收多一次 因为不要给那个大便太死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导致那些 不被吸收的食物 跟不被消化的食物 变成固体状的残渣 我们就成为分泌 这分泌会被暂时新收在职场 然后还会从这个钢门排出去 这个排便的过程叫做 本亚廷加恩 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一科学的东西 我们有学的是营养 我们学等级 我们有七个等级 有这七个 然后这七个等级要怎样测试 就用这四个东西来测试 然后这七个等级各自有什么功能 跟来自于哪里这个打击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学饮食的均衡 然后我们是用卡路里来计算的 然后我们要去 要懂这个人需要多少卡路里的话 我们是用这些来算 就看明明看他性别 size 把单 工作 住的地方的气候 还有健康的情况 还有饮食均衡的重要性 我们要根据Pyramid Makanan 然后我们的消化系统 食物消化的系统的那个流动 是食物从哪里到哪里 然后消化食物的话 我们主要有学三个东西 这三个个别讲 消化消化到最后会变成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